暴风雨前的宁静,台风哈吉贝习东京前出现紫色天空奇景 在台风哈吉贝登陆东京之前,当地居民看到天空变成了紫色的奇幻景象 很多当地居民将紫色的天空拍下上传到社区媒体上 惊叹奇幻景象随之而来的是恐怖60年暴风雨记录的台风哈吉贝 根据ABC新闻报道,上百万居民们被告知赶快撤离住家 威力直达1958年夺走1269人姓名的墙台 而天空的紫色奇景称为霞 通常在太阳光、斜照遇到悬浮在大气层高处的细小城里产生霞 大型城里应该是会吸收光线并平均地散发出去,产生柔和的色调 但由于这种现象只会发生在细小城里中 因此产生出来的颜色是更亮丽生动的 根据CBC报道指出 普遍来说,眼睛能看到天空中的蓝色 而在暴风雨时,有时能在天空中看到紫色 光线透过空中的水汽折射,因此形成如此漂亮的紫色 台风哈吉贝从周六开始重创东日本 造成河水高涨和船只翻船 政府也正式发出可能会有土石流的警告 当这支影片做好时,NHK报道指出 墙台哈吉贝已造成保守估计 至少40人死亡,189人受伤 以及部分居民失踪的惨状 日本加油!